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为我们的十四五发展及2035年发展的远景目标定调子提建议的 那么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公布了五中全会的会议公报 随后呢还将在这个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公布建议稿的全部内容 根据建议稿那么我们中国的各级政府将在接下来的时间 将建议稿的主要的思路模式方法内容转换成 我们在十四五时期的工作的具体目标 工作的指导方针工作的具体手段 以及工作的总体的这样一个体系规划 那么我们的五中全会意义十分重大 特别是在我们已经建成了全面小康社会以后 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这样一个进程之中 那么我们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具有重要的奠基性的意义 今天呢我选择五中全会当中所涉及到的十四五的经济发展目标 那么因此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交流的内容主要就包括三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对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要求 跟大家呢进行共同的学习 然后为了实现上述的目标 我们要通过政府端的体制完善 改革深化以及呢有有效的措施手段的应用 来发挥好支撑和保障作用 那么在这个条件下 我们呢将现代财政金融体制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在第二部分论记 现代财政金融体制也是五中全会 对我们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中的核心的要求内容 那么第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此基础上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合力 形成我们新发展格局的构成和动力 那么探索新发展格局的基本结构 分析新发展格局的核心的形成动力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跟大家的汇报和交流当中 逐一每一个部分跟大家进行设计 那么首先是十四五时期 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发展目标 那么五中全会指出啊 经济发展要取得新成效 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 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这里面呢就有了这样三个非常关键性的词汇和要求 第一个就是新成效 经济发展 成效一般来讲是指它的规模 规模越来越大 是它的成效的标志 另外呢可以是指它的结构 相应的结构的水平不断的升级和改善 也往往是它的重要的标志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提到的效率的问题 那么在经济的生产当中 投入的量越来越少 然后呢产出的量越来越多 这也是经济发展的成效 那么在这里面要求形成新成效 那么这个新成效 在上述的规模 结构和效率之外 那么还有哪些可能成为 新成效当中的重要的关键落点 那很明显 往往跟我们的新技术 新产品 新业态 新模式相关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发展 产出可能还是这种产出 但是完成这个产出的生产组织模式 改进和优化 产品有可能还是这个产品 但是这个产品 与其他市场上产品 所产生的适应性和一体性 从而带来的我们的新的模式 又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那么也就是说新成效 在这里边 既看我们的成效产出本身 又看形成成效的产出的重要的手段 那么另外 在十四五期间 我们要在质量效益明显提高的基础上 那么质量效益明显提高 那说明高质量发展 已经成为十四五时期 中国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的构成基础 和基本特征 所以十四五时期 高质量发展问题 不再是简单的一个目标化的东西 而是一个任务性的东西 是我们已经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运行 并且在根据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规律 不断的提升和完善自己 另外呢 我们要实现的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那么也就是说 在整个经济的发展当中 我们总体是着力于中长期的 而不是对这个短期的经济增长 进行增速或者是这个增量的这种谋求 那么这是呢 大家见到的第一个 第二个 要增长潜力充分发挥 一般来讲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 我们认为啊 所谓潜在增长 就是指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增长 但是在我们中国不行 因为呢 资本市场的效率 配置的能力 仍然还有欠缺 另外呢 我们的很多的要素的市场 在推进和发展当中 还存在一些短板 因此呢 仅仅是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就业 并不能代表 中国的潜在增长率 对于我们来讲 增长潜力充分发挥 有两个基本要求 第一个要求 原则上 我们现在没有剩余的要素 所有的要素 都能够参与生产的过程 那么这个要素是广义的 包括我们的土地 劳动 资本 也包括我们的科技 包括我们的管理 包括我们的数据 那么这是呢 第一个弱点 那么第二个弱点 是指都被使用了的 要素 在每一个要素的配置 结构当中 都能实现 要素的效力的 有效发挥 有些情况下呢 表面上看 是这个要素都在被使用 但往往呢 会阻碍了要素正常效用的发挥 这也不算是 我们的增长潜力 得到充分发挥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土地 一个土地 固着了两个农业劳动力 那么表面上看来讲 要素都得到了使用 但是两个农业劳动力 在这一亩土地上来进行耕种 显然 并不能有效地发挥 它应有的产出效能和价值 那么在这个条件下 这也不算是增长潜力 得到充分发挥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到的是 第一所有的要素都能够使用 第二个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都能够有效地较好的发挥 其市场的能力 效率和潜力 那么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国内市场 要求呢 要更加强大 国内市场的更加强大 来自于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的消费者的消费能力 持续稳定 持续增长 这个呢 往往跟收入水平相关 跟家庭资产负债表的 持续改善和改进相关 那么这是呢 第一个 就是老百姓有钱 而且呢 这个钱是可以用于 这个自己想购买的任何商品和服务 那么这是第一 第二 是这个居民的消费意愿 比较稳定 比较科学 也就是说老百姓 并不是固分于自己的传统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商品的对象 在收入提高以后 消费能力增强以后 十分愿意用一部分收入拿出来 用作对啊 这个我们的新商品新服务的这种消费的支撑 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新的服务 这是呢 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 是我们的市场拥有着更加开放的结构 换句话说 国内市场的这个更加强大 往往与整个市场需求的兼容并包有关系 消费者可以通过市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消费意愿 传递自己的消费思想 形成自己的消费模式 寻找自己的消费对象 是应该这样来做 而不是说在这个市场上的消费 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外部的影响 外部的局限 外部的这样一个扭曲 外部的压力 所以国内市场更加强大 我们一般来讲要求 老百姓要有钱 家庭资产负债表 要不断的优化和改进 那么第二个呢 老百姓要有信心 要有健康的消费理念 那么第三个呢 是我们的市场要更具市场化的特征 而且呢 尊重和满足每一位消费者和每一位生产者 在生产和消费过程当中的自主性 那么接下来 第四个要求 叫经济结构更加优化 那么如果从经济结构更加优化的目标要求来看 我们呢 就要有五大结构问题 要随之得到优化和完善 首先呢 大家都知道 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我们涉及到的第一个非常直接的经济结构 就是收入结构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的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 那么从现状来看 我们的目标是要构建更大规模的中产阶级 将我们的中产阶级的数量 和中产阶级的这个能力 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和提升 那么这是我们经济结构优化的第一 一个标志 一方面降低收入结构之间的差异化 另外一方面提升面向社会资源的这样一个一致性 那么第二个结构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城乡结构 那么从城乡结构的情况来看 那么在我们中国呢 差异还是非常明显 尽管在某些地区 我们已经在具体的生活方式 或者是在生产的产出收益方面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 已经得到了较好的缩小 但其实 如果你仔细看看农村产权和城镇产权 即农民和城镇相关的人员来行使权力的时候的自足性和自由度 你就会发现 其实还有一些差距 那么这些差距呢 是来自于收入结果之外的差距 存在在经济运行的结构之中 因此呢 我们对农村问题 对农业问题 对农民问题 一定要三农结合起来 有效的贯通 将产权问题 将生产经营方式问题 那么将我们的这个生产组织方式问题 那么这三者有效的贯通好 管理好和运用好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产业结构的问题 那么产业结构 一般来讲 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第一产业的占比会逐步下降 第二产业的占比会逐步上升 而随着呢 城市之间的分工和城市群的发展 核心城市将在这个一般的加工工业方面 进行放弃 因为呢成本太高 那么付出来的代价过大 那么相应的 我们的很多的所谓的中心城市 都逐步上升为叫 后工业化城市 那么也就是说 服务业的占比 占据了GDP的低位 甚至呢是占据了GDP的支配地位 那么在这个条件下 工业占比相应的下调 那么我们往往把这种结构 看作是一种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 但其实呢 要跟大家说一句 如果上述的结果 是我们在工作当中 尊重市场的规律 所形成的自然而然的产出结果 这件事情无可厚非 那就说明 按照我们现行的发展阶段 按照我们所拥有的发展定位和发展能力 我们现在就能够处理好和解决好上述的这些问题 如果是人为的去促成的 这个时候就不值得去自喜 有些城市为了所谓的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 人为的呢 去拔高第三产业 为第三产业的流入 创造更低的流入成本 为第三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更多的行政性的指令和要求 那么这种发展的结果 那么大家也知道 最终的结果往往是第三产业 在初期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张 但是这种扩张 往往是低水平的生活服务业 理发店呢 餐饮店呢 小商店呢 往往是一些低水平的 这个生活服务业 真正意义上具有支撑能力 区域的这样一个 影响能力 控制能力的生产性服务业 根本无从形成 就算形成 多数也是一些简单的维修和维护 保养类的环节 所以呢 从这个情况来看 那么大家呢 要注意 我们的这个 产业结构的优化 一定是遵循市场规律 最终表现出来的一种结果 而不是政府将政策的目标 当成了市场的发展方向 用政策来扭曲市场 沿着所谓的政府的指引方向去发展 那么这是第三个产业结构 那么第四个 是我们的人口的年龄结构 也就俗称的扶养比的问题 那么这也是我们是否进入到老龄化社会的重要标志 那么大家知道呢 中国现在已经算进入到老龄化社会 那么但是呢 直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处在老龄化真正意义上的高峰期 那么当这个人口的老龄化的高峰期出现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 一方面国内的用于消费 用于保障的这样一个支出和资源消耗的量会更大 而用于生产的要素的规模 则会相应的有所减少 经济的积累率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 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有效提高 如果没有我们的模式创新和企业管理形式的有效提升 那么很有可能 我们就有可能被老龄化社会带来巨大的扰动和冲击 所以呢 我们也要更好地来应对我们的人口的年龄结构 使我们的老龄化跟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生产要素的这样一个之间的匹配关系更加优化 第五个结构 那么就是呢 我们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所形成的国际经济的分工结构 那么从我们现状来看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 而且我们并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接受分工的世界工厂 随着我们对全球生产环节的有效聚集 我们开始将很多的这样一个生产能力 开始向这个产业链 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两端向上去进行追溯 那么在这个条件下 力求产业在我 技能在我 技术在我 收益在我 只有这样 我们才可能做到 我们在国际经济活动当中的结构更加优化 那么接下来呢 是创新能力显著提高 那么创新能力的显著提高啊 大家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呢 创新能力的提高 往往指能不能开展创新 能不能形成创新 有没有拿得出手的创新成果 这是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的第一个标志 那么第二个标志 是我的创新成果 能不能得到有效的运用 这个运用 这个运用 既可以在新产业当中来运用 又可以在新产品当中来运用 还可以对我们现行的产业体系 进行调整提升的过程当中来运用 所以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 我们中国需要在这两个方面都要发力 在第一个方面 要真正使中国的创新能力 具有可靠性 真实性和主线性 不要总是去见走偏锋 守正创新 非常重要 那么第二点 是我们的创新成果 要通过实践的检验 来发挥创新成果的能力和效率 那么于是呢 我们对创新能力的这样一个提升 主要将通过创新成果的市场化的检验 来予以体现 那么此外呢 第六个方面 就是产业基础的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的水平明显提高 什么叫产业基础的高级化 那么产业基础的高级化 往往是指 我周边的产业生态的主体 能够水平性的参与 主导企业的产品研发 创新 开发和改进的全生命周期 这叫做产业基础的高级化 而我们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的周边产业生态已经有了 但构建起来的模式 往往称之为叫中心外围模式 我们的龙头企业 大型项目是中心 周边的一堆中小型企业是外围 那么中心和外围的关系 是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 确定和被确定的关系 订单的这个提供者和订单的旅行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呢 所谓的外围企业 不外乎就是按照中心企业的生产指令 逐额的按要求的 按提供的这个符合标准和质量的产品 给中心企业来完成生产目标 所以呢 这种产业基础 跟大家协同起来 各私所长 然后呢 根据自己的专业能力 对一个发展中的问题 创新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和判定 找到这个问题 在我这个层面的最佳的解读方式和解决方案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产业基础 或者是产业生态 显然不是一个层次和等级的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产业基础高级化的 当然 在这种产业基础下 我们就不能要求我们的产业链 像现在的产业链这样 高度的垂直性 高度的专业化 高度的丰功性 我们一般来讲呢 是不具有上述的基本特征的 那么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呢 那么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处理的是 我们的产业链 我们的产业链 要适应产业基础高级化 所形成的新要求 那么产业链呢 要实现一定程度的变革 比如说 从垂直型的产业链 转向分布式的产业链 诸如此类的等等 那么 第七个目标 叫农业基础更加稳固 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 明显增强 那么我们呢 近五年来 粮食生产基本保持稳定 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期间 为国内市场的稳定运行 起到了良好的 有效的支撑作用 而且呢 随着农业生产的这样一个持续稳定 农业生产质量的不断提升 市场定价模式的多样化和有效化 那么城乡之间 在农业生产组织运行方式上 那么开始走向了一定程度的融合 工业供给侧改革 和农业供给侧改革相得宜张 那么因此呢 大家要注意 农业并不是一个低效率的产业 农业的生产效率还是很高的 村众一栗树 秋收万科子 这种行业怎么可能是低效率的行业 不外乎是我是低附加值的行业 那么如何能够让我的效率转变成附加值 需要工业化的思维 需要市场化的实践和应用 所以这里边就形成了 我们在十四五时期要努力去突破和推进的关键落点 当然了 上述这些内容 我们在十九大报告当中 将它总结和概括为 叫现代化经济体系 在上述的这些指标 得到有效改进和突破的情况下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 也将取得重大的进展 在我们的经济发展目标得到明确以后 改革目标 那么也进一步的在五中全会的公报当中 得到了凸显 那么五中全会的公报说 改革开放要迈出新步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更加完善 那么这个更加完善 既包括我们的市场主体 也包括我们的市场机制 也包括我们的产权制度 那么也包括我们的政府监管 等等都在里边 核心就一个字 就是法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凡是在市场经济当中 实施干预和操作的 一切一律依法实施 法律没有禁止的 就是市场的自由 法律明准禁止的 那么市场呢 就应该遵守 法律没有授权政府部门的 没有授权就是你不能去做的事情 那么法律告诉你 这个事应该由你来做的 你又没有做 那么你就要承担 独职责任 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 是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的 内战要求 那么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市场主体 更加充满活力 那么市场主体呢 要想更加充满活力 那么大家知道 我们必须得做好一件事情 就是充分 尊重市场主体的主体地位 这里边的市场主体 既包括我们的企业 法人 也包括我们的自然人 个体户 还包括我们的国有企业 都要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 充满活力 在正常的运行环境下 我们的国有企业 就在董事会当中 接受来自于国有资本运营 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直接的引导 他通过董事会和监事会 来参与国有企业的高管选聘 参与国有企业的重大生产经营决策 参与国有企业的这样一个关键性的 这样一个资产计查和分红管理等活动 那么另外呢 我们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会呢 要求 还会要求 我们的这个国有企业呢 这个还要履行一些 特殊的市场义务 那么这个特殊的市场义务 在正常条件下 主要是由国有资本运营和投资公司去履行 而不是由具体的生产性企业 竞争性企业去履行 这样呢 使我们的国有企业 作为真正一赏的市场竞争主体 和这样一个管理主体 经营主体 那么更加充满活力 那么另外 我们的产权制度改革 和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 要取得重大进展 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五点 第一点 是产权的规范性 第二点 是产权的稳定性 第三点 是产权的权威性 第四点 是我们产权制度的这样一个排他性 第五点呢 是产权的可交易性 可转让性 那么这些呢 我们都要围绕着产权的属性 产权的性质 把产权制度改革 有效的落到实处 另外呢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大家知道 土地要素市场 到目前为止 交易价格机制的这种 稳定性和唯一性 还没有确定下来 那么同样 其他领域也都牵扯到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劳动要素 受到身份 性别 区域 城乡 等各个问题的影响 再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资本要素 那么也相应的受到了内外资 受到了民资国资 受到了小额资本和大额资本 等等这些影响 而从数据来讲 数据呢 也存在 包括呢 数据的产权 到底归谁所有 如何来形成 如何来形成对数据的这样一个有效收集和数据的合理的这样一个交易转换 数据如何进行增值开发 增值数据如何进行产权界定和市场化交易 诸如此类的这些问题 都是我们在要素市场化改革当中应该着力去化解和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那么我们今年既对产权制度改革出了相应的文件 又对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出了相应的文件 这些文件都将在十四五期间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推行 那么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公平竞争的制度更加健全 这个公平竞争的制度更加健全的核心点是两个 第一个 是原来没有开展公平竞争的领域 我们将来要开展公平竞争 比如说啊 我们的这个电网公司 那么电网公司呢 输电环节是它的自然垄断环节 但是呢 很明显电网公司把输配售三个环节 过去都垄断在自己手里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将售电环节和配电环节 给它打开垄断 纳入公平竞争 使得公平竞争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电力体制改革当中 形成真正有利于电力使用和消费者的这样一个价格形成机制 定价机制 那么这是原来没有去做公平竞争的领域 我们要打开垄断 让它能够来做 再比如说 原来是做了所谓的公平竞争的领域 但是呢 在做的过程当中 往往呢 效果又不够理想 那么又很难得到 所谓的公平竞争制度的检验和验证 所以从这个条件下来讲 说明我们的公平竞争制度 关键流于了形式 而没有落到真正意义上的竞争的本身含义和本质要求当中 另外呢 更高水平的开放型新经济体制 我们呢 要基本形成 那么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大家要注意 核心呢 是这样一条 就是中国要从数量型和商品型开放 转向规则型和制度型开放 我们在开放当中的第一个要求 是公平 就是我为什么要做开放 开放当中的基本要求是公平 我们在公平的贸易制度的环境下 去寻求有利的贸易结果 所以呢 在改革 我们呢 也在不断的深入 那么整个开放的核心要求 是追求更加公平 开放 有序的贸易环境 大家可以看到呢 上述跟大家分析的两大板块的内容 就是十四五时期 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要求 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 那么我们接下来 就要通过各级政府的协调和努力 共同来把上述这两个板块的目标 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和落地 并得到呢 相应的实施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要构建 现代财税金融体制 那么这句话的要求 也是五中全会的明文要求 那么现代财税金融体制 必然包括现代财税体制 和现代金融体制 两个大的板块 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 现代财政体制 想做现代财税体制 第一件事情 就是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 到底该如何划清楚财力 支出责任和相应的各自的事权 明确的事权和支出责任 与财力相匹配相适应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在十四五时期 做好各项发展工作当中的 核心落点和要求 那么十四五时期 我们在现代财政制度当中的 第一个要求就是 建立全责清晰 财力协调 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首先是权责清晰 这个事是由谁来负责 权力在谁 责任在谁 然后呢 如果是有责 但是钱不够怎么办 所以财力协调 然后呢 总体来讲 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是区域均衡 这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 基本落点和关键性的要求 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要求 得及引力在这一段还是有差的 的 和地方财政关系 墨出击 不得 在此 感谢观看